第三条 那个 第三条什么 我刚刚忘了 信托统治 第四条 财产处分权 第三条是信托统治 第四条 财产处分权 不会的 有些人有写好 你们跟他讲 我现在来演讲了 这是我的资料 第四条 很早很早的 第十一条 我叫李章 你可以在FB和LINE都打我的名字 你们可以把我加进去 我都用全名 照片什么都一样 今天的主题 跟你们的钱比较有关的 政权转移 无缝接轨跟台湾人的抉择 来 什么是台湾人 1945年9月2号 为什么 那一天是投降在日本外海 秘书礼建上投降那一天 所以投降以后 在台湾诞生的台湾人跟直系后代 没有跟中国人生的 就是本土台湾人跟他们的兄弟 没有跟中国人的兄弟的减准 这些都叫做本土台湾人 因为什么 中国人绝对没有日本时代 给这条本 对吗 好 重点就是这样 马关条约的时候 不是说掘给日本 那个时候 日本 清朝的殖民 清朝 其实 清朝实际的管辖范围是这样的 六个屯肯区 不是真正的台湾 在国际法上的定义 殖民地 屯肯区 可以向股票交易交割 除非他完成主权的建构 在还没有 在是殖民地的时候 土地可以交割来交割去 就好像股票买卖一样 所以说这个割浪不是窃聚 不是他们国民党讲的 什么窃聚 窃聚台湾 没有 还没有建构完整主权的时候 可以买卖 那个时候 来 这边高山的 好吗 不是有三部电影 赛德克巴来海角七号和嘉隆 这三部都跟大日本帝国关系 1945年4月1号天皇招书 让台湾人 那天开始有参政权和参战权 我们那一天就跟日本天皇产生的 天皇跟臣民之间 管理和疑无的一种关系 权力义务的对价关系 黄民化运动嘛 你的阿公阿嬷 如果说日本的 你们自己去问就知道了 征服建构主权以后 本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主权了以后 1922年华盛顿裁军协定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就有承认日本天皇 拥有台湾澎湖的主权 中华民国跟你们讲的都是为了他们要统治你们 他要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控制金字塔下面的大家 这样说有了解可以了他就是金字塔的他们权贵就是所谓金字塔的顶端 我们就是底下那些推锯石要堆成金字塔筹建人面私生向的那些可怜的台湾人 然后你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人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干 好来 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 中国战 如果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 那应该是只有一个战区对不对 一个决战的地区 可是你看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先是战南京 这表示什么 这是日本 我们大日本在中国所发生的战争 参谋长战区是小林浅三郎 向中国的代表何应青 这是中国战区 如果台湾真的是他们中国人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太平洋战区 承认是不是来接收台湾 如果台湾是他的 那应该只有一个接收单位对不对 那应该末代总督安藤立吉 所以中国人都是在骗台湾人 马英九跟垂涎扁 两个字拆起来合并 骗 在国际法战争下 当时台湾不是殖民地 因为我刚刚讲1945年4月1号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能割了 但是还是殖民地 拓殖地的时候可以割 占领不得遗传属性 所以他们中国人要滚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为什么 你们会觉得为什么原子弹 轰在广岛长崎 为什么会那个 这就证明 反向证明的 台湾澎湖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对不对 逆向思考 既然光复为什么会有受降 反向思考 中国人都在骗你们 也骗我 我以前也骗过 有办身份证的人举手 没有办的人 赶快办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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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这样跟你说 因为身份证 你向全世界说你是中国人 懂吧 ISO 你们如果年轻人有在公司上班 什么ISO文件的 你的文件是什么 你就要照着做 所以你的所作所为 就要符合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你是中国人 除非你办了台湾民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政府身份证 你知道吗 国际上就是这样看 你的身份证 跟你的所作所为 要符合跟你的政见相同 重点大概是这样子 我跟你说这太简单 Chinese Taipei 现在我会跟你说 ECFA 在这个时候 2010年6月29号 国民党跟共产党签ECFA 你把它当成 两家股票公开发行的公司 一家一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家叫中华民国 两家股票合并以后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是不是跟拿中华民国 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 结合ECFA是不是合并了 不管你怎么说 你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世界都会认为你是中国人 因为你们合并了 对不对 ECFA 两家股票合并 总不会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变成被中华民国合并 谁人比较多 很现实的事情 问你们自己 如果你们有大中国 大中华民国思想的 你们自己想一想国际现实的问题 谁会存在谁会消失 拿身份证的人 你们的管辖权归谁管 你们自己心里有所 对不对 是不是习近平 对吗 来 秘书厅 控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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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名控告 来回了十几次 来回十几次 花了好多钱 这五个重点 六十四年 那个时候六十四年 现在应该是 六十九年 台湾人没有国际 因为战争的关系 我们被剥夺国籍 台湾人没有国序成人的政府 这个政府是什么 是中国人的政府 台湾人 有我们生活的政治烈颗 什么是政治烈颗 就是今天 今天就选去 他们又要找中国人 对不对 他们用选票 向全世界说 我又要找中国人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参加中华民国公民的选举 国民 这小孩子只要一出生 你去跟他办 就有国民身份证 对不对 所以他们拿未成年的证件 去申请成年人 才能够参与的选举 好 是不是头发掉 再来 美国行政団委 主动协助我们 现在开始在做 你应该是多少知道 你应该知道 好像美国有在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再来 台湾没成 有个是美国军事占颗 古今山合并条有第23条 有时候美军政策颗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古今山合并条有第23条 你跟自己回去看 自己用笔最记录 23条 这就是控制的内容 最主要在这里 来回的结果 最主要在这里 Petition Deny 美国国务院的委任律师 Deny 各自争议 表写一下 你知道吗 我们把Sentury부 他无话可说 各自争议是什么 美国还没准备好 现在他正在准备了 他要就定位 因为他还没就定位 所以他要先暂停 暂停这个控告结果 先暂停 因为我美国还没有就定位 要准备要处理 因为你够了 所以我必须要启动 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契机 所以Deny 各自 不是中国人说的 什么没有过 不是 对不对 为什么 没有就定位 美国还没就定位 下面我会有一张图片 告诉你 美国是不是就定位了 不是还没有 二次大战 盟军舞节 艾森豪 艾森豪 大家有没有听过 艾森豪奖金 成立在1953年 刚好是 韩战刚结束而已 用白话文来说 这个艾森豪 就是政治性的 放长线钓大鱼 这间文行 你们自己可以去参考 这间文行 这个人 若宜君 在一甲子的时候 古年 1895年 一甲子 刚好120年 第二个甲子年 1895年 不是甲虎战争吗 刚好两个甲子 得奖了 也是甲子年 今年也刚好是甲子年 你们自己去想 国共和谈 当天签X法 这间党史上 就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然后没多久 美国的第七冠队 在美国 第七舰队到 左营庆祝美国国庆 我刚才说的 塞德克巴来海角7号 2014年下关条约 另一个甲子年 今年也刚好是第二个甲子年 第二个甲虎战争 第二个甲子年 你自己看 1895你加120 两个甲子 怎么会这样 这个不要说 帅哥 你那个跟我update的 是新的还是旧的 好没关系 后来我就照讲 这个文堂大家知道吗 中华开发 现在有一家银行叫开发金控 他就是1953年成立的 跟美国所掌控的 世界银行 所成立的 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三条信托统治 1953年成立 1953年成立 他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 在美国世界 掌控的世界银行 信托 我刚才说的 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三条信托统治 信托 很多20年前年纪 年纪比较有的 以前国泰是不是 叫国泰信托 大家去想 信托是不是 还没长大人的意思 所以要信托 对不 你把它套进去台湾的地位 还没长大人 不就要信托 对不 这样知道吗 其他这些 这些专业的事业 我不要说 我只说信托什么意思 信托就是 你还没成年 所以要有一个信托 他今天有下 对不 世界银行 以前叫做复兴银行 欧洲马歇尔计划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就是美国 委托信托统治 委托蒋介石集团 这家银行 信托 今年不是越南的台湾有吗 Republic of China 你们是中国人 包括我今年年底 我要去参加天皇祝寿 天长节 我暂时也要当中国人 我也要拿这个证件出关 所以在我拿的时候 我应该还是中国人 我还是中国人 对 所以这样人家会认知 你Republic of China 那是不是有点类似 这个是他的一省 对吧 中华民国 绿色就是难民的护照 红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图博 图博 流亡政府也是 你们会用电脑 自己去用 不要用Yahoo 用Google搜寻 你们打关键字 打行政院 空格 拿打废除条例 一堆废除的条例就出来了 这我只是举其中的例子 这些都猜测了 现在目前已经废了 大概有一千多条了 你们用这个我刚刚讲的 Google搜寻行政院 废除条例 空格 新竹的热山雷达 已经被美国人掌控了 这个不要讲了 你看 这我们新竹旧的 本来在警察局旁边有吗 为什么没有事 这是那个郡守 之前的郡守 为什么在警察局 来 美国一直说什么 台湾是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对吧 以前 你自己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 第1958年9月4号 有看 其他要不要看 你们看倒数第四行 台湾的澎湖地区 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 这样就好了 表情下 他早就承认二次大战的真正问题 但是他没有这个声明书说 台湾是什么原因被美国占领 他要用座要做什么 要抗抗台湾人 知道吗 看那个重点就好了 他就是另类的承认 台湾是美国占领的 台湾很安全的 来我刚才说的 陈内有没有 佩地仙陈内 既年广大新闹那是什么 红什么有没有 红姐妹 他们起来起来的火力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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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看那个国旗 有看美国国旗有没有 在苹果日报 一周刊那时 这表示什么 美国已经就定位了 那些人 那可以各自正义 可以继续啊 司法流程可以继续了 为什么这一面国旗 有什么 你不是常常跟我们说 中华民国是主管 倒立的国家 那你怎样的人会继续呢 你看国旗的牌放 那人会继续嘛 自己在国外 不敢说中华民国 叫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没有 骗子 来 有听着肥胎条款的骗子 肥胎 没关系 肥胎就是要针对双重国旗 要处理这些人 因为很多 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的 因为他们知道台湾的地位 他们都申请 多了一个美国国旗 有什么有什么效果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要把他投资金的时候 他把他资产转去美国 他如果有双重国 他转去美国 美国开 他把他资产转出去 然后把中华民国的国籍 说我是美国人 对不对 求得对不对 我们美国要求资金的时候 他要把他资产转回来台湾 把美国说 我是台湾人 是方中华民国的人 你自己想 自他们中国人来台湾 这样几十年 他资产多少钱 资产多少资金 现在肥胎条款要做什么 要把这些人 把他们拼出来 并他们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人 所以比较条款的重点就是这样 重点就是这样而已 再来 比较是重大人 你们自己去想 因为中华开发信仰也是工业营堂的执照 还有一点很差 台湾工业营堂这支公司高票 在维基百科 注明他成立的时间是1999年 但是在中国的中国的那个微博 是1953年 你们自己去想什么原因 1953年刚好是艾森豪奖金学会成立的那一年 这些人的李继柱和洛宜君 都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 好 自己再去联想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军事统治是不是要用军事的手段任命 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大概说到这样 好不好 再来 肥靠条款最主要是什么 30%巨额赔偿 你也没有诚实申报 台湾有双充国企业 你们这家公司在美国的营业额 被抓到要赔30% 你如果贪100亿 30亿 这个什么GIN免扣嘛 就有点类似什么你知道吗 台湾的企业 金融机构 全球机构去配合取得免扣嘛 GIN免扣嘛 你把它弄成什么你知道吗 你把它弄成美国的 美国国民的社会安全码 社会安全码 因为中华民国的管辖权 要被剥离的时候 我们如果形成一个这个 类似金融机构申请一个安全码 我们我们的财产会获得保障 对吧 跟社会安全救助码有没有 再来 2011年的核心 ECFA 我刚才说的 PRC 中华人民共和ROC 合并 所以变成一个中国 我们要支持一个中国 他们中国人要回去 知道吗 所以核心不管是NGO 非政府组织财团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可能一般老百姓 只要像流氓体制增计 你的行为你讲 就是一种登记方式 管辖权的转移 股票合并嘛 郭台铭如果并购一家公司 被并购那家公司的管辖权 跟薪水谁发 对嘛 这样有了解吗 很简单 我不会跟你们讲很复杂的事情 再来 今年6月26 肥卡条款 美国跟中国也达成协议了 你自己想想看 这样三方夹集之下 这些人不管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他们还有这样 生来生去 没有了 重点就是这样 你们不要看这个文章太多 重点是 中国跟美国也合作了 再加上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 三方夹集之下 这些人会言行避漏 会言行避漏 会逼他们做出选择 或者是离开台湾 或者是去美国 当美国人 当中国人这样子 反正一定会逼他们就对了 再来 关股银行的 贏薪水的 台湾金融业肥卡条款 你把这个肥卡条款想象成 民政府 大家是新称的民政委 后边的荷物 你把它掏进去 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美国借由这样子 是不是取得台湾金融业的管辖权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财产处分权有没有 转移的对不对 中华民国跟他的交接清测有没有 你们当兵的时候 部队移防是不是有所谓要办交接清测有没有 移防跟被移防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交接清测 借而这样子交接清测移转给美国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GIM就有点类似你 那个民政府身份证那个 财团早就悬边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取得金融业ECFA的GIM就好像 在美国注册的身份证 他们已经是美国管辖下的台湾企业 他们已经没有像内政部的商业师登记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们本来在内政部商业是有资料吗 藉由这样子是不是移转到美国管辖了 暂时的管辖 对不对 避免合并以后 中华民国的所谓台湾的金融业的资产 变成一个中国原则下的财产 没有办事闷争的 来我这句话就是跟你们讲 你们要被转移吗 你们要被转移管辖权吗 台湾靠金融业流通 串联经济成长 所以财团就选边站了 那在座我刚刚举手还没有办的人 你们的管辖权 真的到时候会是习近平管 只是你们还没有办的 到时候一宣布的时候 令五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选边站 看你要当中国人 还是当美国暂时监管下的台湾人 2010年ECFA 左边 6月29号 两岸中国人签了ECFA 合并了就我刚刚讲的 PRC跟ROC合并成为一个中国原则 合并了 他教我们要恨中国人对不对 他教我们台湾人要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对抗 结果现在谁去干那个事情 我们还在用选票捍卫他们一个中国 捍卫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替他们维持中华民国 讨个派题 他们中国人都去跟那个 中国人都去跟他们中国人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有没有听过 我们还用选票效忠 我们当中国人 撤退总司令 现在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土范围 是不是金盆跟马祖 宪法没有写对 台湾澎湖没有写对不对 你看现在台湾 所谓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一个叫做金普冲 一个叫马英九 刚好是现在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 这个是有点巧合 撤退总指挥 你看现在福建海峡平潭号 有没有 那都常常在在 现在台中台中台北港 都在开始在 他们都 每天来回有没有 一个胞 一个胞胞 载来载去 东西就要 轻在差不多就要 这就是他们撤退的路径 资产的路径 这个是台北港 台中港 撤退的路径 很多 很多那个大学的那种交换生 中国的 我说你们从哪里来 他说都从台北港来的 来读书的 交换学生 在今年大概7月6月29号前后 两岸中国人签ECFA前后几天 这些是郝龙斌对不对 黄明化的 说的那个 他跟张志军在那 那什么 这个在那 我忘记了 记不记 他说一句话在那天说 台湾是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我刚才说的 台湾的左半边是不是他们的殖民地 因为我刚刚讲 殖民地可以交割 他讲的就是那六个 左半边那一块 其实不是 日本才完全 台湾主权的建构 让我们台湾 成澎湖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这样讲 其实也对啦 因为从他的角度而言 他们的实际的治理权 只有那个嘛 左半边 右半边是我们那个 高沙族的 赛德克巴莱 我不能够说他这样讲这句话不对 从我们来讲 你这样讲是对的 但是全部的台湾不是你的 来 打扫一下 你们自己看 现在就在讽刺连战啦 讽刺那个国军共军 都是中国军那些人啦 我不是只有这些中国人 我是只连包括 也去靠中国吃饭的本土台湾人 利用我们 选举的选票当筹码的那些民进 那些人 那些人也算 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这样干 连本土台湾人也利用我们的选票 用中国人划 扒拉券 利用我们做野筹码 换取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所以我这样讲 你们 你们不要狭隘的认为只有中国人这样干 这在今年6月29号 ECFA签署中年前夕 西拉蕊那个时候 国务卿接受上约周刊的访问 抉择 Hard Choice 他为什么要弄这一篇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有一个981专警平台 有人听过吗 981 那个时候拼命在南海挖 挖油田 没多久以后 这个讯息曝光没多久 然后美国再通过一个 意愿的一个什么决议文 要求中国离开 981平台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 才离开南海 很多事情 你如果没有 新闻去面那个去弄 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 商业周刊 我现在跟你说商业周刊 为什么他要借商业周刊这样干 创办人金维存第二行 何飞鹏 讲到这里就好了 你现在看金维存和何飞鹏的资料 高雄眷村有没有 中国人 何飞鹏 南京有名的中国人 台湾的媒体被谁掌控 中华民国有句话的批指之下 媒体 财团都被他们中国人控制 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制造真正台湾人的声音 西纳北借由给这个中国人的读者 借由这样子要干嘛 要警告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重点是 这两个人发行人是中国人 中国人所写的东西 站在台湾人所写的东西是什么 是大中国主义的思想 来看待台湾的问题 所以他绝对不会以台湾人的角度来写文章 对不对 这九年 这两个不是在美国加州农庄记录 有没有 应该有 有人说他们两个是段贝山 在这个事情发生前后有爆发一个监听疑云 这个有没有 所以在台湾 所以在台湾 你不要说 为什么我会被监控 军事占领 没有什么真正那个 基本的人权未有 美国为了维护他在台湾 占领地的 所衍生出来的领土权力 做这个事情 刚好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战胜 战胜 财产处分权第四条 有没有 他为了他的亚太地区的利益 他做这些监控 刚好而已 当然 他公开场合会不会承认那是一回事 但是从军事占领的角度而言 维护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做这种事情 甚至是全世界的战略意义 对美国来讲 刚好而已 所以在台湾 甚至加入民政府的人 我不管你们有没有恶心 加入民政府的人 你们的名单 绝对会承包给美国 这个刚好而已 他被访问的重点只有这个 因为这一篇商业周端是很多 全球很多华人在看的 重要的是几个字 我希望这段粉函不只说给台湾人听 跟全世界的华人听 这在冲下 警告 警告两岸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内部你们有去看吗 本来新义区是AIT嘛对吧 内部其实是美国冲返亚洲的战略指挥中心 Commando Center of Asia 内部很大 听说有十几个足球场大 会有可以开车 会有可以开车 联合国对于国籍的定义 自愿意愿合法性 欧巴马不方便说的 希腊就得他说 因为欧巴马 要不要说 欧巴马在选举的时候 听说接受的买满多 华裔的中国人的捐款 这网路上的新闻我有看到 所以他有的时候 拿人的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华人的钱 美国裔 华裔美国人的钱 所以不方便讲的 然后其他的不是最近下台吗 你要写是吗 志愿意愿跟合法性 来 历史的偶然跟必然 1904年1905年 日二战争 你看 对马海峡海战 现在美国跟台湾的领导者是谁 欧巴马对不对 跟马英九对不对 是不是一对马 一对马在台湾海峡 你这样想是不是很有趣 很有趣对不对 一对马在台湾海峡 拿两个马 这部电影 有一部电视 是日本拍的NHK 叫板上之云 如果你们要看 自己去搜寻板上之云 再来 洪中秋知道没有 既年吧 对吧 他的出生 我为维基百科知道的哦 他的出生 和过世 刚才有这两天 你们自己去看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资料有在的还是没在的 民民之中 好像有注定 他的出生 出生 和过世 刚才是这两天 对 但是 维基百科现在资料在不在 我不知道 再来 去年 九月八号 九月八号 是不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 这都有资料 我都留下来 日本取得2020奥林匹克代表权 这你们自己去抓资料 这个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会跟着 资料 资料 对你来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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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不要说 这个不要 来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他们中国历年来朝代 的墓碑 有没有 什么 什么魏晋南北朝 夏商周 的墓碑 都做一个类似这种墓碑 这中国人说的 所以他们说一个中国对的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消失了 这他们中国人说的 想要独立的 想要台独的是谁 你知道吗 是在台湾的中国人 怎么会那么少 帅哥我是不是还有一篇 没有了 我是不是有一个光碟还在你那边 白色的 你帮我插进去 我里面有一篇 那个 你用白色的那个 我随身碟 帮我插进去一下 好不好 然后 不是不是 直接拉到最下面 我有那一种 再拉 再往下 到底的那 心 往往往往往上 往上一点点 中央演讲稿 中央演讲稿 这个 那个中央演讲稿 2014-11月23号 2014-11月23号 那一个 好 来 好谢谢 马关条约 把马关起来 把谁关起来 马英九 中国将关起下开 下开日本 日本 日本的那个 该地方所有的 什么堡垒军器工厂 一切 永久让于日本 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让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是殖民地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才不可以割让 知道吗 中国人是台北 你看野球 拍了棒球 你都中国中国人是台北 中国人是台北 英文全名 中国人是台北 它取名这个 中国人是台北 流亡政府 印在台北 这是缩写 全世界认定的缩写 中国政府 流亡政府在台北 土博对不 大家知道 土博以前是什么叫西藏 土博流亡政府 现在是不是在印度的 在达兰沙拉 来 土博流亡政府的英文 Tibet 土博 Exile Government 在达兰沙拉 就是什么 土博流亡政府在达兰沙拉 来 在 在印度的 土博人的选举 我问你 我问你 印度人会去参加他们的选举吗 那我问你 今天去参加选举的人呢 你知道的意思吗 不要让他们笑 让中国人控制太久了 我们也不要他笑 大家要土一口气 国际战争法的法则 大概是这样子 海牙 地势工业 日内瓦 红十字 这些在民政府的官网都有 我只是把它弄下来 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只是跟你讲 要处理台湾的问题 大概要看这些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一个国际上 对于战争的处理惯例 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有 台湾的国际地位 我刚才有讲 日本天皇 因为下官条约 签约的人是皇帝对皇帝 所以土地所有人是谁的 日本天皇 不管你爽不爽 你高不高兴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想要走向全世界 我们就要承认真正的 台湾国际地位 不管你爽不爽 他也不管你 对不对 你去出国被打压 他还没有说你疯子 你拿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说你是台湾人 他还没说你笑的 这我刚才有讲了 PRC ROC 殖民地嘛 1945年4月1号 民治宪法 有没有 参政权和参战权 重点 2B 日本政府 放弃管辖权 没指定收受国 没有指定要转让给哪一个国家 4B 美国军政府对台湾 澎湖有支配权 4B是什么 你知道吗 4B 就是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你们自己去看 USMG一定有 他的英文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他就取名 USMG 23条我刚才有讲 有没有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他有权 我给你拔车 你输啊 我要处分你 愿赌服输嘛 我们借由战争的方式嘛 所以日本天王拥有台湾的领土所有权 为什么 我会这样讲 你把你 你老小孩 你犯罪 你去看他在那个感觉 对吧 他是不是派一个监护人 看顾你的孩子 我们跟日本政府的关系就是这样 监护人现在是谁 美国 你知道吗 为什么对我们的选举说三道四 用这样最快 你就知道了 我们跟日本天王的所谓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没有断 他们只是 他不能够直接再来管我们的 因为他现在被关在无形的监狱里面 监护人现在是美国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每次选举 就会给我们说三道四 你知道吗 这我刚才有说了 我就没说了 这才是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旗 来 这才是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旗 左边这一个很意外吧 中华民国海军军旗 中华民国海军军旗 他骗人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漫画海贼王 海贼啊 他们是一群海贼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有说过 他们就是海贼 他们一家都是贼 有没有 海贼啊 中华民国海军军旗 为什么 不能用国家来占领 叫他去 如果真的是他们的 他们应该拿他的国旗调上来 对不对 为什么要海军军旗 我们被台湾 澎湖被一群海贼占领 跟他们的后代 法律上就是这样子 这我就说了 如果真的是他的 他应该挂五色旗 对不对 五色旗的缘故 你们自己在上网去了解 为什么五色旗会不见 来 这给他屁股一下 那个海贼王的 帐帐嘛 logo对不对 杜鲁门说他们一家都是贼 海贼王的天龙国的天龙人 这个TVBS说的 他们的后裔就是天龙人 今年的选举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背后还有很深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讲了 出手 台北是海贼的后代 美蜀不对 为什么 因为国际战争法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对不 我跟你打败 不代表说你的资产是我的 我只是说你应该要有的权益 我虽然打赢你 我还是会给你 但是占领者有占领者 应该要有的权利 你责书也有战败者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没办法 因为日本和美国相台 没办法 这你就要按照战争法的规矩 有没有 你不能够说你打输人家 你又不按照人家战争的规矩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是有正式对大日本帝国宣战 人家有按照国际的战争的法则 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人家的规矩 想要独立建国的 首先第一个要恢复大日本帝国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议会 目前不存在 所以就算存在 要通过这个对不对 领土分离 那么想最想要独立的 才有可能干这个事情 这个是讲最 你们最想要独立的人 你们看看 没有分离条款怎么独立 苏格兰公投有没有 前几个月不是那个 大英国协苏格兰 他们有分离条款啊 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 没有弄一个分离条款 你怎么独立 你怎么去宣扬独立 没法源依据对吧 这读我有说了 用Google去抓 废纸条款 现在已经超级一千多个单位了 你知道吗 那里面看 你用Google自己去抓 你抓行政院 控格废除条例 一堆资料也出来 但是 他们只知道 我们在抓资料 他把资料把它藏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萤幕 我们都把它靠下来 你能叫你儿子还是小孩儿子 自己去抓 你自己看 大部分都今年年催 要走路了 彭海南 中央银行的总裁 去年本来二月 他的十年任期要到了 你们自己再想想看 为什么他要继续做 来 这是Google的资料 日治新竹州 我们现在的地方的制度 也是新竹州 看新闻要看重点 其他的一些细节 我就不讲了 他是新竹人 只是现在住到台北 他要住新竹的南辽 来喔 最上头是中华邮政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 你如果有去你家 处理店里去看 看你家的邮局 看现在是中华邮政还是邮局 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最上 对 现在是邮局 他现在不是要投资中华 听说要把 几个八月要投资中华 对不对 老实说你们会怕吗 要不要 不要紧 会怕牙手 算不算了 来好 我想会跟你说 为什么要怕 你自己看 劳退基金兼离组织 你如果在上班的劳工 废纸 为什么 他要走了 他不想管你们了 所以他要废纸 条例表写下 你们的投资我不要管 这个有点类似交接清测 准备要交给美国 其实是我们 但是他要先在美国的监管下 交给我们 知道没有 刚才那个我会跟你说 邮局的你要告诉我 你看 监理会重缺2.6兆的劳动基金 有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刚刚那个条例 不在了 所以那笔钱变成没有人管 只是存折而已 这样知道没有 条例 没人管 知道意思吗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来 刚刚的邮局 国际上的货币发行 跟一个国家 或是地区的黄金存量 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他们电话民国 应该多的钞票 只要黄金没有弄走 基本上 黄金有多少 就可以用一种等级的比例 发行 所以你不用怕 应如嘴只不过是增加 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台币应越多 中华人民共和为了消灭 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 新台币对吧 货币是不是所谓国家的主权象征 他必须要大量的兑换 中华民国的新台币对吧 中国本身通货膨胀就已经很严重了 他现在如果再吃 他本身会更加艰苦 所以在这边 我们黄金还在就不用怕 澎湾南会就任 有背后的一些因素 否则他去年二月份就要退休了 我自己跟你说再吃 所以你不用怕 对应的黄金有多少 货币就能够发行多少 再来 同样 秘书长应该有跟你说 什么无风接轨 有没有 你自己看 这个新闻自己看 基金监管劳动部无风接轨 有没有 这都他们中国人说的 这韩战 拿望远镜那个就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你看他发生的时间 1950年到1953年 刚才我说的 我不是跟你说一间中华开发 他就1953年成立的 时间点刚才好 1953年7月27号是停战 没有中战 823炮战 我为什么会讲这三个战争 细节你们不要看 跟中华开发的成立有关系 因为我刚刚讲信托统治 你看黄色的就好了 合理推论 美国利用蒋介石集团 与台湾关系法 让台湾 一 成为美国西太平洋的 不成航空母舰 这是麦克阿瑟说的 二 串起西太平洋 珍珠链的枢纽 枢纽 关键的一个 一个那个 第三扩大TPP TPP可以泛太平洋 美国主导的一个金融协定 进而降低中国的RCEP的影响力 东协十国的RCEP 因为韩战 你自己看韩战的时间 月战跟823炮战的时间 是不是一连贯 中华开发的资金是要拿来知道吗 我的看法是美国和蒋集团 看守西太平洋的金基母 以前中华开发的大厂 企团不是什么 理政会时代的刘泰英 党产党产中华开发 再来像画画好吗 我帮你防守 你买我武器 我们是共大胎 有没有像画画 这里有没有 这是美国跟中国的 跟中华民国关系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样批评就不对 因为我说的是对的 我说 我要是讲的太激烈 怎么样 我会被 因为我讲的是对的嘛 再来 这间文行 我刚才说的中华开发 它来的时间 它 你自己看 7月29号 合并 左边那个是万泰英 当时右边那个 杨文君 合并 第三条信托统治 表现什么 他信托统治 那个时候 你爸爸妈妈 还是阿公阿嬷 有吃到米粉吗 美国的美元 米粉 有没有 美国 美国的 去高等 有没有 米粉有没有 米粉啊 米粉啊 不好意思 他说不对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这样给他 哎呦 你们实在 抓一抓一抓 一条卡顶 就要跟他随便随便 来 那表现什么 合并后 工业银行的执照结束了 表现什么 他们中国人 在台湾的任务完成了 美国委託 管理台湾人的任务完成了 合并 把工业执照排除掉 要变成纯粹的商业银行 再来 这个我说了 肥胞条款 管车权的 这个我不要说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美国肥胞条款 金融业的GiIN 有没有 我刚才有说有没有 就很类似 社会安全 红色的 有没有 你看看 这边是不是都台湾 你看看 这英文 黄色的 是不是台新银行 看英文翻译 是不是台新银行 对吧 好 再来 这个 Mega 灶 灶 对吧 来 黄色的有点黑 看看 黄色的那个 就是什么 永风筋 因为黄色 比较浅 再来 这个紫色的 星光 对吧 CDC CDC就是中华开发 它的附属集团的金融业 这个绿色的Cassie 国泰 你自己去看 Far Aston 远东 对吧 它都取得了美国管理下来的一个身份营业 一个身份证的证明 第一金控 第一 第一 Ctbc 中国信托 中信金控 一三 一 一 玉山银行 好不好 我说得真 对吧 不要再说了 表现实在 这些都取得的 你的权益也获得保障 但是我是建议 你们先去办事 你不要走 告出人 人家宣布 你才像难民一样 我要申请身份证 不要这个样子 我现在要说的 这个人 这篇文章不是重点 最主要是这个 这个谁 前妇对吧 以前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对吧 好来 你看 红色的你 有一个小孩 现在在摩根大通 做台湾区野总裁 现在不是 说到 连胜文 对吧 他会去金融业工作 就是 全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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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都要查资料 有什么 全国的小孩 后面是不是摩根 这一批摩根 他现在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 他是 他现在是不是 台湾区野总裁 我不知道 这个是摩根大通 全球的总裁 这个 这间银行 在12年前 13年前 英美联军 打伊拉克的时候 这间银行 不是这个人 是这间银行 取得 伊拉克 有成立一个伊拉克 贸易银行的代理权 一样是战后 重奸的代理权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同样 他 他今年6月来访问 马英九 他只把马英九 建议说 金融疹病 你看今年下半年 是不是很多银行 什么 中信并购日本 台湾之心 有没有 很多什么银行去柬埔寨 在设立银行 会半年就开始了 表示什么 信托统治疗 这些文堂 摆脱信托 这两个字 他要等大人 表示什么 中华民国 接受美国 要来托管 台湾的任务 结束 台湾的金融业 等大人 可以出去 摆脱信托 有没有 要等大人 重点是这样 你自己看 只有一个金融疹病 在想 金管会主委 对不 这民众有谁要去 国安等级 来 旁边这些人 你不知道 金普聪 第二号任务 国安会副秘书长刘大年 简单一个金融疹病 要出现国安系统的人 跟金管会最高的主管 我认为这是他们中国人的资金 转进计划 他们被共产党挡过来 叫做转进 对不 这也是他们的资金转进计划 这是我的看法 合理的推论 合理的推论 马英雄的警察 对不 蔡佩兰 他现在在香港摩根大通 你知道他们中国人在做起来吗 大家发挥一点想象力就好了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中国人很团结 知道吧 民进党常常说台湾人不团结 放屁 我们跟他一样 他以前同样说 用选票 电影追中国人 今天他爽了啦 我给你看 今天他比较爽了 下星期拜托 请跟他研究一些新闻前 他们中国人很团结 这都是他们洗钱的管道 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金融整病 这就是二号任务 你看R1 L2 左边第二个 前国委 前副 对不 R1 国安会复兵上 刘大年 金融转进撤退计划 中国有一个推背图 你有听过吗 若逢木子冰酸泛 身我折喉 死我雕 你现在给他 有点事后诸葛亮 木子 你把它想做 李丁飞 好不 冰酸泛 冰如果融化了 是不是水扁的 陈水扁跟李丁飞 生我折喉 死我雕 你把盗装剧 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 狗 狗三 对不 是不是孙中山 联想一下 死我雕 雕是不是老鹰 还是焦 好不好 跟什么谐音很像 马英焦吗 还是美国的老鹰 还是蔡英文的鹰 历史上有很多巧合 很多事情 到了这一两年都会解决 你们自己去联想一下 不要觉得政治 或者是了解这个东西很痛苦 很多都有一些历史的传承 或者是时间一到就会发生 是不是龙摩根 是不是都摩根 他说的TDR 有没有摩根 这我都是 诶 这个是3D电视的 我这一部是忙碌 把它抓下去 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料 这样跟你说而已 你怎么会让我看资料 这我刚才说了 来 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公告 你们相信吧 废子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公务人员 什么相关组织条例 有没有 他现在要看 你有看什么 葵花 校尔江湖不是有一个任务 现在练葵花宝典 他要回去一个中国 所以他要练葵花宝典 自费武功 对不对 欲回一宗 揮刀志工 你总够一下 这有段话好笑 这用Yahoo的 你去打中华民国行政院 以前都是这样而已 没有中华民国 但是听说现在又改回去 他可能知道我们有在查资料 现在改回去 财政部 在变财政部 没有中华民国 再来 两岸中国人的金氏骗局 杜鲁门有说过 台湾的问题要等 你不要看我那 你大家看黄色就好了 你听我说 看黄色的黎就好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有说过一句话 台湾的问题要处理 要等到太平洋的地区要稳定 才能够解决 比过总统杜鲁门 再来 这些什么油 这都是网络上捏下去的 前统有没有 最困难而已 有点恶心 他要冲一下 他要用美国总统杜鲁门 我说的这句话 营造永远的恐慌 让蒋介石集团 永久占领台湾 让台湾海峡 就好像有点变成是 他们中国人的内海 永久占领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制造永远不恐慌的状态 用杜鲁门说的未来 所谓民国35年1月25号的判决 判决哦 你不要看其他一天 判罪独体 不以本国人民为宪 为台湾人民 与台湾光复节线 与取得日本国籍 你看他把我们骗多久了 你看他把我们骗多久了 我们在1946年1月16号 差几天九天 你看这些中国人 就是这样给你们骗台湾人 你们是日本人 结果强行给你们变更国籍 1946年1月12号 这个印中国人会判决哦 所以 郝博春跟你说 你们是皇民的后裔 有没有 不要说我自己 阿柯妈说 你们从大陆来 一开始说大陆 他没说中国 那你们从大陆来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今天来开会 比如说上就跟我说 那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这些军事 我们就说 他们是中国难民 法律上这样是没错的 我没有歧视各位的意见 如果你们真的是中国人的话 法律上就是这个样子 来 这个是谁 这个不是最近 很重要的 你有看网络吗 这个是谁你知道吗 你有看火影忍者的漫画的 年轻的 我为什么说影分身之数 这是日本的名 你知道吗 郝博春在面自己的那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影分身之数 你知道吗 你如果看火影忍者的漫画 你们就知道 这也很爱笑 来 7月7号 他说的 中国不是有时候 七七事变有没有 他在台词 他在七七事变 中间去中国 冲牙的时候 参加中国 七七事变的 一些纪念会 接受中国的反问 唱中国的国歌 勇士尽情曲 来 起来不愿做努力 我们 国军共军 都是中国军 对吧 不要说我们随便 我们都有政治的 所以他叫我们是皇民 他只是 把我们宣导不容易的 向台湾人宣导不容易的 藉由他们的嘴巴 讲出来 呈现在这一次的 游王政府的选举 对吧 我刚才看过了 他也是同样 七七事变前后 刚才那张 他们都是中国人 哎呦 他看我们 好像看什么 你看这次 说的权贵 和什么官员 你就知道 他们中国人 根本就没有任意 他们是台湾人 不要说了 台北市 现在的贏到这样 背后有很多 复杂的因素 你不要说 台湾人觉醒 没有那么简单 这我刚才 出手 来 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你看这两个 我刚才跟你说的 他说的 他说是 黄民直系好意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 他们老部说 那你们来 从大陆来 你们是什么 没说出来对不对 结果定里把我们开火 我们就说 他们是自台中国难民 确实是啊 他们根本就不认为 他们是台湾人 来 最近一年 那柯震东 有没有 柯震东拌的 什么 柯震东拌的 那一年 前面 我们一起爱 爱上的 什么女孩 一起追的女孩 我来说 现在资料已经没了 这我是第一时间 抓出来 我在维基百科抓的 你看 本民柯震东拌 祖籍浙江 这我都为维基百科抓的 出生台湾澎湖 成长于台北 现在资料已经带了 变成台北出生了 你们去抓抓不到 这是第一时间 他发生吸毒事件的时候 我去抓的 中国人 属人主义就是中国人 张显耀事件 中国人 借由这些事件 他要冲出来知道吗 借由这个国安事件 被呈现出来 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国籍 都中国人 你们用选票去回家 你们没有 我是说那些人 他们是中国人 爱好抓资料 那段时间发生 和平战争有没有 李志英有没有 他去给中国修理 李志英叫香港联署 这表情是什么 台湾海峡 两岸三地的 法律上的中国人 他现在要做什么 習近平要整冬 都要抢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要台湾 倒立的什么 不是台湾人 知道台湾地 台湾的人 不想要台湾倒立 要倒立的是 要利用台湾的 砍砍 要倒立的中国人 知道吗 是台湾的中国人 发生这个台湾没有 那段时间 同一段时间前后 解释 和中国的蓬帅 拆复 因为一国两制无效 他要利用香港有没有 一国两制有没有 结果台湾 太阳花悬映以后 无效了 你看中国有现实吗 马上就放弃 当然啦 他们没有承认啦 这我不要说 刚才我有稍微 讲到中华开发 和台湾工业银行 这我不要说 因为刚才我有看的影片 时间太久了 还剩下20分钟 来 我刚才说的 你自己看 这中国的网站 对吧 你从中华看 成立时间 牛奶会吃 有没有 我刚才说的 有没有 维基百科 甚至下 它是1999年成立 这段 这个 跟爱申豪奖金成立的 时间 是同一年 所以台湾工业银行 这家银行 应该负有某一些任务 为什么要转型 新台湾工业银行 因为我已经看了三四年了 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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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才那个 我刚才说的 那个洛鱼军 有没有 拿到去年去颁奖的时候 他坐在他的隔壁 跟他那一段上 他说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 不想有国家主权 对啊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啊 我们的主权 在想起手头 日本天空啊 对吧 民政党在跟台湾人骗 台湾哪是个主权独立的 台湾是大日本帝国 主权的一部分 要这样想 民政党如果再这样 你们就要他赚水费 他去接受颁奖的时候 有没有 李继柱和洛宇军 两个都是爱申豪奖金的得子 爱申豪是什么 俄四大战欧洲战区的盟军统帅 是不是都跟俄四大战有关 自己去联想一下 这是我的新闻症 这就是我的免扣嘛 有金农业那些GII那样 这个就证明我不是中国人 没办新闻症的 去当中国人处理 国际上很现实 你这个这一张你在对照 对照 对照黄明化 郝博春联赞共的 就是那些人的台湾人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 你再看看今天的流亡政府的选举结果 我们可以用一万块一块四万块 我以前我在家有一个堵 很早的好像没去 台湾人铁丝你知道吗 铁丝在基隆港 我印象当时是基隆港 手掌串成肉掌 把所谓他们认为的串 跟他肉掌串在一起 串成比如说一个圆圈 然后把其中一个人踢到基隆港下 然后开始枪就开始扫 对 串过去 铁丝 串成看多少人 他认为所谓一一分子串起来 然后踢一个人下去 然后就那个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黄明化后裔 或者是支持国民党 吃饭的那些台湾人 心里那种很复杂的想法 我不是说他们对或不对 那个时候为了生活 人有很多必须要 我只是说 很多事情一片出来的时候 人的那种心里很复杂的 体现在今天的这场选举 我一个董事 新竹虎口 你听我说 他让我看他们老婆的商品 穿日本滚乎的商品 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中国人 他告诉我他是中国人 重点就这样 我不想讲 很多人就是吃国民党的奶水习惯的 他宁愿认奶水不认自己的那个 拿给我商品看 他老婆穿日本滚乎的 人家说他是中国人 你看国民党的水脑又厉害吗 北方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你怎么用Google去查资料 两岸中国的宪法 关于国籍的属人 就是你老婆 你老婆也是中国人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要是没有按照国际上的 我跟我讲的 志愿意愿合法 你的效果永远就是中国人 属人主义重点 两岸中国人 好 澎湾不要说了 台湾新竹吧 新竹周围嘛 不要说了 中国人 这他说的 小case 我搜寻他的资料 他都有人知道吗 江西 国籍江西 中国人 所以现在台湾 所谓台湾当局 中华民国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管 一些无商大雅的一些政治事物 才交给台湾人 有一个作家叫小野 知道吗 他在学院的时候 他有说过一句 成名与公民 他有说过一句 来 我看一下 你看看 这张 我这里看 小野强调台湾走到这个地步 就不是阶级 蓝绿 省级 斗争 而是成名公民 他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是神秘 对吧 来 我有声说他是中国人 我都查资料 小野 等一下 我看在哪 祖籍安徽 中国人 你不要看他们中国人 够在多少钱 骨子里 他们就是中国人 有看到没有 祖籍安徽 有没有 夹码 简介夹 有没有 祖籍安徽省 对吧 中国人 你怎么看 你叫是赖信员 是中国福建人 赖信员 以他只是取得英国的国籍而已 中国人 来 1999年有看一部电影 金如女为人的 骇客任务的年轻人 有人看不 骇客任务 一到三集 有没有 金如女为人 你们读完台湾论以后 把你们的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状况套进去 你们现在确实这个样子 被中国台北奴役者 你们在中国台北借由选举的行为 一直向全世界讲我是中国人 你们被奴役者 我曾经也是 永远在这个循环嘛 是不是在半方半醒之间 现在醒了吧 要醒不行了 明天上完课应该就全面醒了 要办身份证 你好像刚刚有举手 没有办 要赶快办 所以骇客任务解药 红色是痛苦的解药 绿色的是继续轮回 药就是这个 要去读 一定要去交叉 要验证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否则的话 人家一拉 你马上就去当中国人 永无止境的复制贴上 这些人的脑袋 那些人的脑袋 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思维 同样的流水线模式 你的思维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你们已经跳脱了 你们就是NEO 你们就是救世主 你们是自己的救世主 对啊 你们觉醒了 你们是自己的救世主啊 在这个数据法理世界里 全世界只认同法律 所以我们到现在 中华民国 一直没有找我们的麻烦 刀枪不露 为什么 因为我们背后是美国国宏保 这样想起来 但是你们有看过骇客任务 你们去租 对照新台湾论 你们真的会有一些看法 用这个国际法理 你们就能够看透 中华民国背后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都不是 陪阳明 就是那个你有在骇客任务里面 你看 这里是不是有一根什么的 插在那个 骇客任务 你们 来上课 表示什么 你们这里拔掉了 拔掉中国台北对你们的洗脑 你们拔掉了 所以你们醒过来 醒过来 醒过来是痛苦的开始 是痛苦的开始 是痛苦的开始 我们刚开始 我刚开始 我从2011年正式 正式到现在 已经其实也痛苦了好久 痛苦了好久 慢慢就习惯了 中华民国就是这个玩意儿 所以你们刚醒过来的人 你们会很痛苦 感情上会很痛苦 我刚才有说了 抉择 时间要到了 我刚才说了 来 这个 今年APEC有没有 会面有没有 我们是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 WTO 台湾澎湖 因为战争的结果 我们跟日本分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叫做 台澎分离关税领域 中国因为战争的关系 金门马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 所以他叫 金门马祖独立关税领域 重点就是这样 花椒有多少说了 时间要搞了 来 有趣喔 2019月17日到2019 很有趣 9月14日 这个 Scar Brock 来台湾 9月15日 9月14日 来台湾 9月15日 台湾工业银行正式 跟万泰银行合并 刚好差一天 表示什么 金融业他们的任务 中国人的任务完成了 这个是艾森豪的女巡 干嘛 他来干嘛 颁发艾森豪和平 艾森豪什么和平奖给他 表示什么 另类的解释 终止 一般命令第一号 蒋介石的任务 最好我讨过一般命令第一号 表示什么 我终止你们的任务了 你们中国人可以跟回去跟中国人和谈的 终止 小时候你应该有读过一般命令第一号 这是艾森豪二次大战盟军统帅的十五孙 9月19号 宗旨马英九的任务 借一个颁奖 919马英九 鞋音 你们看这红色的你 就好了 其他别看 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之前 转型成台湾政府 这样就好了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我研究新台湾论会推论 会开 刚才那个没有 Jame Dimon 我的看法 他就是美国金融版的 台湾美国军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金融版就是这个 因为台湾银行的架构 还是大日本帝国的架构 台湾银行的架构 就我刚才说 它是非信托制的股票 对不 在为民政府信托 要等大人 非信托要等大人 非信托和非信托要等大人 配合刚刚那个 台湾民政府要取代 台湾美国军政府 取代军政府 进而转型成台湾政府 这是金融版的 这是我的推论 回到战后历史法律架构原点 寿天王将明治宪法架构下的资产 转型移交到 大日本架构下海外基本法 台湾政府 金融版的 让台湾金控原来是大日本帝国的金融架构 与台湾基本法同步 要改变政治体制 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国体 政治体制只是改变而已 改变政治架构 没有改变我们的国家体制 这我刚刚讲对马海峡 帅哥再给我五分钟好不好 你们还要继续听吗 如果等到他演完以后 如果你们还要我继续讲 我可以再讲 这个刚刚有讲了 你看我刚才讲的 20209月8号 973和平条约 来 美国的 亚特的驻副国务卿 有说支持台湾自治 有没有 这个 国务院是所谓政治系统的 他支持 跟国务院有政治关系的是什么 台湾当局就是中华民国 你们不要以为是我们 我们跟 跟我们有直接权力义务关系的是 美国军事政府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所以当政治系统的国务院 说出支持台湾自治的时候 是什么 支持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自治 自治 台湾当局的现在领土范围在哪里 金融麻祖对不对 他们要去金融麻祖 所以你们要听到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最后会不会强制会不会送走 来 内湖AIT的办事处 在台北市金湖路 你只看金湖路就好了 来喔 金门 有一个生衡舱免税商 对我有说过 占领区免税关税领域 四出四百个职缺 你自己看一下喔 你看1 2 3 4 你自己看 生衡舱表示 那是位于金门的生衡舱 金湖广场 哪有这么多好 哪有跟AIT的住址 同样 对吧 这就是支持 他自治的一个人类的一种 人类的一种公团 表情下 他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金门麻祖 228白色恐怖 我还有更残忍的 不过不要拿了 你就可以 心里就可以想说 那些支持国民党的 69年来的那些台湾人 被郝伯春 跟连战讲那一句话 你再来看这个图片 人类做老伯 他就这样台 他就这样台我们台湾人 所以他把我们台湾人弄出来 你自己看 他现在要回去了 这我刚才说的 这在前两个月 应该是中华民国和国民共产党 说好了 二次大战在 缅甸那个时候 不是有所谓远征军吗 说好了 宜林回来 先移到台湾 到时候要么要回去 要一起打包回中国 这说好了 前两个月的事情 两岸交流 这卢秀坊也当过人 福建平潭 这个中华这个有没有 以前我的同学 跟我同一年 但是他中国人 已经去平潭医院做副院长了 有没有我中华下 跟我同一个国中 冯定国说 平潭就成为两岸云端中心 今年二岸 过年前 有什么全台护震系统大当机 那在哪里 护震系统 刷去平潭 他要先管你们的护震系统 先把你们刷进去 是不是在那一两个星期都当机 这是什么 暗示中国 我已经完成护震系统的移转了 这是我的推论 但是我有很多新闻还可以佐证 云端中心 对不 刷去 你看这个冯定国 以前是亲民党的留意 你看他 他都承接很多护震系统资料 好不好 拿中华民国行政 你们资料已经转过去了 你看 护震系统 为什么要转包中国网络公司 我就是这样子交叉验证才知道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你们还没办的 你们已经过去了 现在只差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你们的资产 还有你们的人没有过去而已 不过最后 都会处理掉 预回一中回刀志工 国防部 组织条例都废除了 这样有明显吗 再来 外交部 中共是不是主导国防和外交 是不是表示自我阉割 他要练葵花宝典 李济珠我有说给他 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 对不对 这个国防部长颜民 你看这边 他把军人 军人跟金融机构合作 有没有类似那一种 我的感觉有一种自卫队 日本自卫队的议会在内 有点日本自卫队的议会在内 好 我说到这里 好